主料,香菇10多,糯米5杯,素肉汁50克,辅量,姜丝少量,胡麻油少量,橄榄油少量,酱油少量,背筋少量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干香菇先洗净,事先用一份满温水浸泡4小时切成这样条状,浸泡香菇的水不要倒。 将鞋子,素肉汁事先用凉水浸泡4小时至长发,切成小段,糯米事先洗净用凉水浸泡4小时,取出用电锅蒸30-40分钟之手,锅内倒入胡麻油,橄榄油放入姜丝爆香,放入香菇和素肉汁,一边炒,一边淋入酱油,炒香后,把事先泡香菇的水倒入,组织背腾,再倒入少量盐, 少量味精或是白糖巧味,整只水没有干的时候,把事先蒸好的糯米倒入混合,炒至均匀上闪即可,烹饪技巧,这个拌水的控制要好,水不能太少,太少米饭不能拌均匀,吃起来也很干,水太多,米饭倒入后,要煮很久才能收干水,米饭就会煮烂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